嗨今天我們吃螺絲粉配這個雞皮跟那個鹹酥雞 它都是完全沒有調味的 然後我就泡在那裡面 定很好吃 那這樣雞皮就不脆了 你泡就要把它拉起來 一下下而已 不錯 有稀汁 哇好多水鹽喔 這雞皮好好吃喔 對啊 好 好 下下就好啊 這樣也不錯 水蓮意外很搭螺絲粉 水蓮不錯 這兩個粗度差不多 這兩個粗度差不多 又來試嚐嗎 放了好幾天 趕快把它弄一弄 還好我沒有壞掉 水蓮啊 就是它很長嘛 要超過100公分 嗯 才是好的水蓮 我可以看到一邊抱著這樣吃 那水蓮水蓮便便都超過100公分 我看妳這樣拉起來都很長 看 看我覺得有50 我覺得有50阿 但我不知道有沒有100 很長欸 超過50阿 還把水蓮伯便便 balloons 你不然怎麼拿水蓮便便便比身高 都知道 嗯 水蓮很好吃 很清脆 可是剛好配這個酸酸的 好吃耶 你有沒有還有豆皮 它有生豆皮 有 我覺得鹹酥漬蠻搭的 因為其實像這種螺絲粉 它其實啊 其實放那種炸的東西下去 它其實蠻稀的 嗯 還不錯 嗯 越來越 很像喔 因為之前人家不是都放炸蛋嗎 對啊 加雞皮不錯 酸豆 我覺得螺絲粉酸豆一定要在裡面 因為它可以 有時候你覺得太辣的時候啊 拿一點酸豆這樣子 調節它的口味這樣 對 嗯就是 因為之前其實介紹蠻多螺絲粉的啊 嗯 然後其實我還是最愛 寒歡螺 紫色包裝 紫色包裝 其實天冷這樣來一碗真的是超級過癮 它是比較偏那種酸酸辣辣 因為它裡面呢 它其實是有放醋的 嗯 我有放醋包下去 它醋是這種 醋包是白醋還是黑醋 白醋 那如果想要再酸的話 我們加我們自己的白醋給你 嗯 不一樣 那我覺得 我覺得它的醋的味道好像 不一樣 跟我們好像不一樣 大家應該很久沒看我們吃螺絲粉 就會連氣變染 每下一場雨啊 就會有降溫這樣 我們就這樣一包螺絲粉 然後再加清菜 然後再加個這個鹹酥 其實超飽的 喔好辣 突然就 那個辣是直接進喉嚨 就一包到外面 差不多你可以在沙坪買 差不多 110到130左右 大家可以自己去比價 對啊 喜歡吃那種酸辣的朋友 那種酸辣跟這種 泰式酸辣就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就是 應該是大家在台灣人很多人 喜歡吃螺絲粉 我看現在店家 越來越 越多店家有在賣螺絲粉 嗯嗯 對啊 像夜市也有開始有些攤子啊 就是專門就是做這種 什麼重慶料理啊 螺絲粉 這種 我是沒有吃過店家 我知道 我幾乎都是吃這個 但我覺得這個就很好吃了 而且價錢不一樣 沒錯 因為 你看我們兩個吃 我們可以自己加肉片 加什麼的 我剛剛有經過一家 新開的攤單 加螺絲粉 加肉好像130吧 哇 感覺就是我們這個 一包這樣 嗯 一包 但對外食煮大 我覺得方便 對 看我們是真的是比較常在家裡 這樣自己弄自己煮 一來 一來我們自己覺得方便 然後再來就是 這樣也蠻省 然後又可以吃自己想要加的 料 因為你去外面店家的話 說不定有一些 你想要加的料 他們沒有 所以店家就不可以讓你加鹹酥雞了 對 你可以買鹹酥雞自己自己泡在裡面 這帶一包鹹酥雞進店比較乖乖 喔對 因為它 它這個螺絲粉 我們之前也有去 嗯 領妻姐一站在那邊 一個叫小螺絲 小蘿蔔 喔小蘿蔔 蘿蔔 嗯 然後它那個 一碗喔 但它就是 有加什麼大腸牛肉之類的 這樣一碗 嗯 兩百二吧 那時候是我第一次 吃螺絲粉 剛認識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擺這種包裝就可以了 嗯 對啊 因為那次我們有 有進去吃 但 它好像 味道好像沒有那麼的 我記得那時候吃我覺得好像還好 有可能 但是我不懂點 嗯 那時候其實我講的對螺絲粉 真的是很陌生的 喔不行太辣 現在分享這邊 我還要去倒影 不要 不行 今天很大肝 吃螺絲粉 我不要冰